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人都是全神贯注 全力以赴地去对待这场比赛 很关键 然后很不同 同样也很感恩 对 就像他说 比较三个词吧 感谢 感恩 感动 就是感谢所有为我们付出的人 因为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跟我们住在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也不可以出去 也是为了这比赛付出的很多 感恩就是一样 就是我们所有的队伍为我们做出的很多的一个保障工作 让我们也很安全 很安心地在训练做比赛 其实疫情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也可以在手缸里看到电影 我们还可以开演出 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感动就是真的我们身边的人为我们的付出 也是经常看一些疫情的报道 就是今年其实不是疫情之年 我觉得是一个感动之年 看到了很多为了这个疫情站出来的人和英雄们 觉得我们很感动 其实我从好久之前就特别喜欢这个 《时光倒流70年的旋律》 因为我第一次听应该就是在 《我是歌手》的那个节目当中 李健老师唱了一首《袖手旁观》 他用这个旋律做了他的 他那首歌曲的一个旋律 当时第一次听我就觉得特别打动我 我就仿佛能跟他的歌声一起沉浸在他的那个剧情中 所以我觉得 然后今年也是正好换了一个编导 我觉得有这样的契机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新的尝试 开始的时候我对自己有很多不确定性 但是当编导跟我说 曾经有很多人想要跟他 让他去帮助编这个节目 但是编导都没有同意 他说他看了我们很多比赛的视频 觉得我们很适合这个音乐 然后就给我们用了 他说完这份话的时候 我觉得给我吃了一个定心栏吧 然后也让我自己对这个节目更有信心 对每个人都是同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 能够让自己更加把心态沉淀下来 去练好每一天的训练 因为疫情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是一个全世界全球的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在一个同等的情况下 同等条件下去准备这个奥运赛季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是相同的 就是大家为了最后这个奥运会去拼一下 其实我觉得比起其他选手 我们已经可能非常的幸福了 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有其他的国家的选手 还无法全方面的保证训练 而我们可以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还能够拥有正常的训练 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比赛 我觉得这个比任何一切都难能可贵 对